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李克强内阁。 本视频包含李克强内阁、张杰、五位国务委员的部分内容。 国务委员郭升坤 18大前,广西区委书记郭升坤曾被认为是中组不长的人选,并进入政治局。 18大后,并未进入政治局的郭升坤接替孟建柱成为新一任公安部长,孟建柱接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按惯例,担任公安部长自然晋升国务委员,就这样郭升坤成为李克强内阁中的一员。 虽然,政法委书记将不再兼任公安部长,意味后者的地位和权力都受到影响,但与中组不长相比,郭升坤所担任的公安部长,其权力一点也不小。 更何况郭还是曾庆红的亲戚,又深得习近平的信任,其未来的前途和权力都会变得更大。 走马上任 2012年12月24日晚,正是西方的平安夜,中国公安部党委书记郭升坤出席了该部召开的平安夜安保视频紧急会议。 这是媒体首次披露郭升坤履新的消息。 这意味着,在知青、工农兵学员、国企干部、地方大员等标签之外,郭升坤又拥有另一个新身份,公安部主观。 公安部前任党委书记孟建柱,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接替周永康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2007年10月,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奉调入京,接替周永康任公安部长、党委书记,并在次年出任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等职。 据中国媒体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的公安部历任部长中,阮崇武、王芳、周永康、孟建柱均曾担任过省委书记职务。 阮崇武、周永康、孟建柱等在任公安部长前并无从事公安工作经历。 新任公安部长郭升坤的经历也是如此。 12月19日,中共中央宣布,郭升坤不在任广西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其职务由彭清华接替。 郭升坤卸任广西党委书记一周后,24日以公安部党委书记的身份首次亮相,显示孟建柱已不在任公安部党委书记。 按中共国务院任免部委官员的程序,在12月24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郭升坤接替孟建柱出任公安部部长。 这也意味着,政法委再次被削弱,即之前从政治局常委中被提出后,现任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将不再兼任公安部部长,其权力和地位与前任周永康相比已大大缩水。 喜欢表白自己是习的人马。 郭升坤出任公安部长后,烧起的第一把火就是借习近平反腐讲话,开始整顿公安系统,用内部官员的话说,郭升坤要把公安系统打造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新力量。 在2013年1月28日公安部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郭升坤先是传达了学习第18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然后又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郭升坤强调,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严明政治纪律,改进工作作风,依法严惩腐败,深入推进公安机关反腐畅联建设,努力营造干警清政,队伍清联,政治清明的清风正气。 值得注意的是,郭升坤在讲话中数字提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并要求全国公安机关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要在融会贯通,结合实际上下功夫,在狠抓落时,务求实效上下功夫,努力以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取信于名。 郭升坤还要求全国公安系统,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意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账浪费的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树立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密切警民关系。 在2013年2月4日,全国公安机关反腐畅联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郭升坤再次强调,全国公安机关毫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建设,从严治警方针,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圆满完成各项公安保卫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和纪律作风保障。 郭升坤再一次提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坚持政治建设,从严治警,要坚定不移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郭升坤还重申,各级公安机关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建设,严民党的政治纪律,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严格规范政治严形,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北京政治观察家指出,郭升坤走马上任后,每次公开发言都避提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外界留下拉大旗的印象,其实谁都知道他的背景,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实力来全面掌控公安部,用不着一上任就表明自己是习总书记的人马。 曾庆红的亲戚,获悉重用。 有不少人愕然疑问,名不见经传的郭升坤,何许人也? 他何以有如此好运? 这就一定要提到他的官场贵人,前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 郭升坤,汉族,1954年十月生,江西新国人。 1973-1977年,江西省新国县插队知青,1977-1979年,在江西野金学院矿业系选矿专业学习。 之后一直在也金河有色金属行业工作,先后历任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国有重点大型企业兼市会主席、中国旅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兼中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2004年步入广西政界,先后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从2008年1月起,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和人大常委会主任,成为名副其实的广西王。 但郭升坤和曾庆红的特殊关系,才使他变成了十八大飞马。 郭升坤是江西新国人,曾庆红是江西吉安人,两人是江西老乡,这是一层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郭升坤的太太姓高,太太的奶奶是曾庆红的母亲邓六金的亲妹妹。 知情者称,正是这层关系,郭升坤便成为十八大最大的黑马之一。 曾庆红的母亲,也就是郭升坤太太的姨奶奶邓六金。 邓六金不仅是两任内务部部长曾山的夫人,她自己在党内也是一位老资格, 是参加长征的27名红军女战士之一,百余名烈士后代都叫她妈妈。 郭升坤夫妇有邓六金这么个姨奶奶,有曾庆红这么个表舅,自然是跟着沾光了。 此外,郭升坤的冒生也得到习近平的同意。 知情者对说,习近平其实早就对改革如今弊病重生的官僚体制, 对十八大后的中共人士安排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简单说,通过掺沙子的手法来改变中共的人事格局,并进一步对官僚体制动大手术。 未来会重点选拔这几类人到体制内的核心部门,甚至接班队伍中, 企业界高管、留学海归人员、党外人士和学者精英。 进一步丰富,扩充中共精英团队的成分, 冲击并改变现在职业政客的官僚选拔方式和结构。 北京政治观察家指出,习近平原打算让郭升坤接任中组不长, 但赵乐际显然比郭升坤更有资历,随后便决定让郭阶替孟建柱, 主掌地位更重要,权力更大的公安部, 毕竟维护国内社会治安的稳定,对习近平政权来说, 要比其他部门都重要。 广西从政之旅 2004年4月,郭升坤开始了广西从政之旅。 郭升坤的企业家背景给予中绿的渊源, 让不少观察家对其在地方运作产业寄以厚望。 广西铝矿储量达10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二分之一左右。 郭升坤到任后,先后促成了华银铝业一期, 苹果氧化铝三期两大工程的落地, 总投资85亿元人民币的广西华银氧化铝一期工程也已投产。 郭升坤善于运作产业的特长, 一步步将广西旅工业打造为中国乃至亚洲的航空母舰。 它还主导了广西唐业的大发展。 通过建立食堂储备调控机制及稳定原料这收购价格等手段, 使广西的制唐业迅速发展壮大。 目前,广西食堂产量占全国总量超过60%, 广西的食堂产量直接影响着全国食堂价格。 郭升坤通过运作产业发展地方经济已现成效, 现在,他已是广西的掌舵人, 一系列产业布局战略政策相继推出, 可以预见广西经济将迎头赶上。 接替刘其宝升任区委书记 2007年11月30日, 广西区委原副书记郭升坤接替刘其宝升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并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提名。 前来宣布决定的中组部副部长张继南强调, 郭升坤经过多岗位锻炼, 党务和经济工作经验丰富。 郭升坤长期在中国有色金属行业担任要职, 以资源整合地突出成效闻名。 1993年, 国际物价暴跌至8000多元吨,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南昌公司处于破产边缘, 郭升坤临危受命出任该公司经理、党组书记, 借鉴欧佩克国际石油定价模式联合江西、湖南、 福建知名乌企组织中国乌生产企业联合体, 采取统一压产、台价等强力举措夺取价格主动权, 令乌价回归32000元吨合理价位, 帮助整个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集团度过危机。 2000年6月, 郭升坤以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视会主席身份, 兼任中旅公司筹备组组长。 2001年2月, 中国旅业公司成立, 郭出任中旅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当年12月, 中国旅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纽约, 香港股市正式挂牌上市。 与此同时, 郭升坤大刀阔斧进行改革, 强化整体一时, 集团一时, 整合中国旅业的资源优势。 当年中旅在全球有色金属企业产值的排名, 跃升6位。 至2003年底, 中旅游筹建时的巨额亏损, 便为盈利43亿元, 列香港恒生指数和富时指数成分股, 积深全球500强。 与刘奇宝配合默契。 2004年开始, 郭升坤以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身份, 主抓广西财税经济, 施展其资源整合和市场调控财技, 激活当地浙塘、 水电、 有色矿藏等特色产业。 其中, 浙塘价格的回归, 影响尤为深远。 广西农民的三分之一, 也积近2000万人为浙农, 塘厂职工也不下10万人。 这塘占全国产量近7成。 受下游用塘市场的挤兑, 加上国际塘价贴水冲击, 广西塘价长期在3000元吨以下, 这农生活困苦, 这田日渐萎缩。 郭升坤把解决塘价问题, 作为中央新农村政策, 在广西具体落实, 从2005-2006年炸季开始, 采取了联合定价, 联合销售, 继产年销等产区大集团销售策略, 敦浙与敦塘价格挂钩联动, 再配以金融协调, 令浙塘回归到4000元左右合理价位, 敦浙价格同比增加89元。 广西浙农, 重浙实际收入达128.5亿元, 同比增收46.4%, 极大缓解了当地民生。 作为广西区委副首, 郭生坤擅长执行落实, 长期与正职株联闭合。 广西区委书记刘其宝以问责制, 整顿广西立志, 郭生坤任广西自治区转变干部, 作风加强激观行政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负责工作落实, 刘其宝力推泛北部湾, 广西经济区建设, 郭生坤多次率队与国家部委接触, 在税收、土地方面, 获得政策支撑, 力推广西北部湾开放开发, 纳入国家重点开发区域, 刘其宝集中财力, 启动小高地人才引进策略。 郭生坤, 责任中国广西人财市场管理委员会主任, 经过运作, 广西人财市场业务, 在泛珠三角九省区省级人财市场的综合排名中, 位居第三, 在西南地区, 则位居第一。 厚重绍文, 务实缜密。 当今政府, 表面是管理社会, 事实上是经营社会。 郭生坤此前接受记者采访, 专门谈了自己对企业管理, 政府治理的体会。 郭认为, 企业和政府的绩效, 都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 以市场把握为基点, 政府追求老百姓利益最大化, 以公平公正为基点。 把企业的管理办法、 手段、 理念引入政府管理,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性的要求。 郭生坤厚重绍文, 务实缜密, 当地传媒多有报道, 郭考察果园, 问果林面积, 运输成本, 当地相关财税政策等等, 考察村委会, 问集体收入来源口子, 债务情况, 农田水利项目具体运筹等等, 提问之详细而专业, 常令当事人颇感压力。 郭配和广西原书记刘七宝, 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区用力慎聚, 努力把广西建成中国与东盟的区域性物流基地、 商贸基地、 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 目前, 四川省外贸物资境, 出境主要京广西防城港, 占该口岸运输总量的20%, 广东湛江占该口岸运输量的8%, 口岸旅游人员进出境, 赴越南主要京广西东兴口岸, 郭声坤接替刘七宝经营西南出海广西通道, 而刘则调任四川省委书记, 川贵战略通道合作已成必然之势, 对北部湾、广西、 经济区的建成将为大助力, 让中国旅业在海外成功上市。 郭声坤被众人知晓, 源于中国旅业在纽约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 2001年9月11日, 美国发生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 时任中旅CEO的郭声坤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波, 因为中旅刚刚重组分拆成立, 正筹备纽约上市相关事宜业业进行过半。 恐怖袭击事件导致美国股市萧条, 郭声坤坚持要如期上市, 此言一出, 即招致中旅股份的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和全球联席部纪人中国国际金融香港有限公司的齐声否定, 摩根士丹利董事长还给郭声坤写来亲笔信, 表示风险太大, 反对中旅上市。 果然, 中旅全球路眼挫折不断, 路眼第三天, 赋承销商美林证券和高盛集团公布了其最新的研究报告, 调低了对未来旅家的预测, 紧接着你持股中旅8%股权的美国旅业公司应不看好股市, 全球裁员6500人, 继而中旅股份的审计师浦华永道建议公司掉低2001年的利润预测, 决策决策已经做出, 富序实践需要勇气和气概。 郭声坤采取了几乎疯狂的一对一会议方式, 与投资者直接面谈, 最高峰一天要开9次见面会, 在企业基本面差不太多的时候, 基金经理们之所以买你的股票, 可能就是那一个小时的单独面谈的功劳。 郭声坤通过这样的定点爆破, 终于在2001年12月12日, 让中国旅业在纽约交易所和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 成为911事件后, 在海外上市的第一家中国公司和在美国上市的第一家亚太公司。 郭声坤勇于决策的胆识和谋略可圈可点。 曾盛传职长国资委 2010年初, 北京盛传国有资产兼都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荣荣年满65岁将退休。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坤有望出任国资委主任, 成为塑造国有资产的掌门人。 当时, 北京一名国企老总向港台传媒透露说, 郭声坤要当国资委主任已经传了很久, 他当过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中国旅业老总应该是挺适合的人选。 不过, 这位国企老总还补充说, 虽然不是空穴来风, 但是人事的东西很敏感, 要中央公布才能做准。 此外, 一名广西官员也表示, 郭书记调国资委是传了一阵时间, 连接班人选都有几个版本, 有的说湖南省长周强过来, 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 然而, 这个当时传遍北京和广西的郭声坤, 上吊北京的传闻, 在半年过后的八月份便水落石出了,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荣正式卸任, 但接替他的不是郭声坤, 而是时任国家质量兼督检验检义总局局长王勇。 当时55岁的王勇, 的确比郭声坤的资历更深一些。 王在出任国家质量兼督检验检义总局局长之前, 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国资委副主任, 研究生学历, 研究员。 王勇在国有企业工作多年, 曾任第七机械工业部某厂厂长, 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以及中组部企业干部办公室主任, 中组部干部武局、局长等职。 虽然, 郭声坤未能像传闻那样执掌国资委, 但十八大召开时, 才年满58岁, 在诸多封疆大力中仍占有年龄优势, 其政治前途也被看好。 赴郭声坤简历 1954年十月生, 江西新国人, 1974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3年八月参加工作,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 在职研究生学历, 管理学博士, 教授及高级工程师。 1973至1977年, 江西省新国县插队知青。 1977至1979年, 江西野精学院矿业系选矿专业学习。 1979至1985年, 野精部化煤奥乌矿机选车间技术员, 工段长, 党支部书记, 生产副主任, 行政副主任, 主任。 1985至1990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化煤奥乌矿矿长。 1990至1992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化煤奥乌矿矿长兼贵西银矿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党委书记。 1992至1993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贵西银矿矿长党委书记。 1993至1997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南昌公司经理、党组书记。 其间, 1994至1996年, 中南工业大学管理工程系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课程在职学习或硕士学位。 1995至1996年, 中央党校一年至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1997至1998年,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1998至1999年, 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党组成员。 1999至2000年, 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2000至2001年,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兼社会主席、 中国旅业公司筹备组组长。 2001至2004年, 中国旅业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兼中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2004至2007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2003至2007年,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班、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学习或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7年11月至2008年1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书记。 2008年1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第16届、17届中央候补委员、18届中央委员。